这一行我是建议 记得,之前我们好像是写A1 可是A1,你可能要自己先试试看 因为如果你用A1的话 它变成A1,Ctrl向下 会变成是停在3的位置 那就会失败 所以你要自己先模拟看看 有没有放在A3,Ctrl向下 它会不会停在你想要它停的位置 如果不是,那你可能就要用别的方式 比如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只要是中间断开来的 有没有,我前面讲过嘛 那你当然向下追踪 它就会停在你断开来的位置 因为它这个追踪指的是连续范围 Range的话是一个连续的范围 所以如果假设它不是连续范围 那就会追踪失败 这个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之前好像我们有用到那个Charge VT Charge VT它就用了另外一个方式 它不是向下追踪 它是向上追踪 也就是它是什么 直接先从最下面这个储存格 Ctrl向上 有没有 And 刮符 它是X up 也可以打 不过我是觉得我个人是比较习惯是向下追踪 但如果你想要向上 比如说你遇到那种状况是 中间有资料断开 你没法用向下追踪 那你就可以改成向上追踪 反正就是变通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刚刚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改了一个变数 如果你假设使用一次的话 你就不用另外额外增加一个变数 如果你使用的是像底下为什么多一个R 因为它可能这个地方它会使用不止一次的化 那我们就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呢 如果假设你不增加一个R的情况下 你原来的写法可能会变成这样子 如果假设你如果不增加一个R 你可能要这样写 这边一个对 那这边会变成写这样子 这样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那你如果把这个放这边 这个R其实可以不需要 OK 所以你写这样 其实执行的结果应该也会是对的 那只是说了 我们来试一下 那如果你假设老虎 我这边跑好看 其实理论上如果我写这样 其实执行起来的结果 理论上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要清除 假设住专这个 没有 住清除 向下追踪 这边刚刚改了 应该A3才对 OK 把它重新再跑一下 清楚OK 考评 这应该结果也是对的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这边看起来这个程式就相对冗长 这边串一个这么长的东西 那这边又一个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希望程式变得冗长的话 那我刚刚做了一个动作 缩小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增加一个R的变数 然后先把它向下追踪得到的结果 先存在这个R的变数里面 那将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变数拿到你要让它使用的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加一下 这样就OK了 感觉 程式相对的会比较缩短一点点 OK 你说老师那颗写法好啦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写的对啦 其实都好 OK 这个写法我觉得比较精简一些些 好 那所以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把柱砖这两个按钮 把它复制 那你可以贴到领主这边 领主这边也可以work 也可以清除 而且向下部分呢 也会是正确的 没问题 那如果办事员的话 办事员可不可以 办事员这边没有 那你可以把领主这两个按钮 移到办事员 复制过去好了 所以按Ctrl键 然后点两下 复制就CtrlC 或按右键复制也可以 再贴到办事员这边 然后呢 看你要方什么位置 那办事员可不可以OK呢 我看一下 执行一下 给清楚看一下 65 OK 因为他会向下追踪 所以清楚没问题 考评有没有问题呢 看一下 诶 成绩对不对 看一下 是不是65 也就是65 所以显然 办事员OK的 那助理员有没有OK呢 助理员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没有怎么办 没关系 再从办事员这两个 把它Ctrl键按住 按两下 然后CtrlC 再把它放到这边来 Ctrl V 贴上 那 诶 助理员有没有OK呢 试一下 清楚 诶 没问题 考评 也没问题 所以以后 假设你有很多不同的类别支撑 但是是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你程式只要写一遍 你不要傻傻的 每个工作表都写一样的程式 它们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那两个地方不一样 你又把它用变数 把它解决掉比较好 所以 这个地方主要是说 我们如果 要让它跨工作表 也都能够使用的话 那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改一下 刚刚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R 然后向下追踪 然后把这个R 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这边本来是40 然后把它选起来 然后双一号两个 所以这个可以被口诀一下 以后呢 如果假设你希望 把某个变数 放在某一个文字的中间的话 记得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个R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 and前后加空白 好 这样应该又有串进 那如果你把这个口诀记熟 我试过 基本上应该都是OK的 反而这样简单 因为最早是 同学一直都卡在这里 然后一直说 老师我不懂那什么意思 说真的啊 如果你刚开始学程式 真的很容易 那我一直解释 解释 他还是听不懂 我说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一个文字切开来 然后把变数放中间 他说 可是他一段时间之后 他慢慢都做了 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 老师我突然间整个了解了 他整个动物了 他终于知道说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可能已经经过了 可能学期已经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 他突然知道了 所以我发现呢 可能你暂时不知道没关系 那可能就是你多做几次之后 慢慢你就知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 把两个按钮给四个工作表 同时使用没问题 但是最后的话 其实后来就有同学 突发奇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做一个动作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 最好是我不用分开 因为如果假设我希望清除的话 那我变成说 我要这边按一个清除 然后必须要切过来之后 再按一个清除 再切过来之后 再按一个清除 那如果我清除的话 我变成要按四下 对不对 那他的想法是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 直接一个按钮 我按一下 四个工作表都把我清掉 OK 那如果我要考评 那我只要怎么样 这样就现在又是同样问题 我变成按四下 一下 这边有没有 没有 猜一下 再切过来 再按一下 那这样就变成说 你要按四下 那显然好像 不太合理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就是我可不可以让他跨工作表 那所以跨工作表可不可以 是可以啦 但是呢 城市的复杂度一定就变高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需要第一件事 就是说呢 如何让工作表 可以自动切换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那什么情况下 会让他切到下一步的 就是他做完这个工作的时候 切到下一个 再切到下一个 再切到下一个 然后最好最后的话呢 切完这个 自动再切回第一个 那再更好 OK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切工作表 那件事情 可以让它发生 所以切换工作表的话 当然我这边有写一个 叫切换工作表 关键的那个动作 物件的话就是许子 后面的话就是他的第几个 瓜葫里面的第几个 如果是第一个的话呢 那就1.slate 如果2的话呢 2.slate 所以如果我要模拟的动作 就是切换工作表的话 你们可以在这边增加一个sub 这个sub名称的话 叫做切换工作表 那你们可以先练习怎么样 比如说我现在不要先写回圈 我先写一个 我假设现在在第一个 对不对 那我如果要切到第二个的话 怎么切 你就打一个序词 去词的话 记得好,一定加S 瓜葫后面的话呢 你要切到领主的话 那算一下 他的位置是第二个 所以你就去词瓜葫后 后面加一个.slate 好,这样就OK了 先写这样好了,简单 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要从柱砖切到领主 我执行一下看看 你会发现 领主切过来了 那你说要切到半诗园怎么切 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边改成三 指引一下 半诗园就切过来了 有没有 那如果你要切到第四个呢 那就续着4.slate 有没有 它会动耶 那如果切回去第一个呢 那就续着1.slate 那不是切回去的 哦,所以会切的 但是啦,如果你不可能说 你自己写个程式慢慢切嘛 假设你希望是连续的 他先切第一个 做完之后 再切第二个 第三 第四 再切回第一个 这样好像感觉就有连续动作 大家怎么把它串在一起 这个待会再来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就是说呢 我们先把那个刚刚写好的那个程式 让他可以在另外三个工作表 也能够使用 再来思考说呢 如果我希望呢 也能够让他切换工作表 这件事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可以切换工作表 那又从单工作表的作业 就会跨出去变多工作表 那当然效率自然而然一定是 大大的提升了 你就不用每次都按 那目前是只有四个工作表 可是如果将来是有四十个 甚至是更多个的话 那当然 你显然你一定会希望说能够 让他自己帮你切 自己帮你做完 那会省掉非常多的力气 OK 试试看这个部分